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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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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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讨厌 天一亮就叫起床起床 讨厌 讨厌 八哥讨厌 奶奶讨厌 你还顶嘴 看我不打你 管你玩啊 奇怪了 一大早起床 你跟谁扮嘴啊 爹 这八哥都是你惯坏的 这八哥都是你惯坏的 你不也是我惯坏的吗 爹 来了 快来洗脸啊 听见了 去 来 乖 快去洗脸去 咯啦 咯啦 来了 老爷 到底呢 你吃过了没有啊 吃过了 老爷 好 那你把驴 还有山羊给牵出来 赶到山上 交给牛娃 交给牛娃 那我干什么 哎 你还怕没事干呢 这放羊 放牛啊 是粗活 叫牛娃干去 他们家 还欠着 我的债呢 这么说 老爷要叫我干戏活了 哎 对 从今天开始啊 你不用上山群了 在家里 帮我招呼着点 这家里 有什么好招呼的 哎 我这儿 人来人往的 杂事 可不少了 何况嘛 我还做着 木耳 红油的生意 需要一个 聪明 灵力的帮手 可是 我 哎 帮我招呼着点 迎来送网嘛 观察地水呀 只要注意点礼貌 说话呢 客气一点就行了 那好吧 克朗 你呢 把牲口交给牛娃 马上就赶回来 我今天还有事 要出去 是老爷 来 爹 我上学去了 好闺女啊 到了学堂 别进贪玩啊 注意听讲 好好学习 知道了吧 知道了 来 走吧 好好走啊 来 去吧 来 去吧 哎 五嫂啊 五嫂啊 五嫂 是 老爷 您叫我 五嫂啊 今天我有点事 想出去一趟 家里头 你跟柯拉 照顾一下 好啊 老爷 您放心好了 有事您尽管去办 柯拉上山放牲口 家里 也不会有什么事情了 哎 柯拉 从今天起不上山了 这驴 羊 我叫他 交给隔壁的牛娃了 哦 那这样好啊 柯拉这孩子啊 挺聪明的 留在家里面啊 对老爷 也是个很好的帮手 嘿嘿嘿 没错 这就是我的想法 嗯 好 哎呀 去去去 别跟了啊 爸 哎 你呢 就留在这里 开门啊 别乱跑哦 哦 这 哎呀 哎呀 哎 哎 火子 滚 给我放开 火子 放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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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兄弟 好兄弟 你来了 大叔 老爷在吗 哎呀 真是不巧啊 老爷他刚刚有事出去了 出去了 大叔 这 屋里坐吧 哎呀 老爷不在 这可怎么办呢 家里已经几间美女下锅了 嗯 大叔 大叔 别着急 先进屋再说嘛 呃 这位小兄弟是 啊 我叫柯拉 刘家的小伙计 来吧 大叔 先进屋里再说 啊 大叔 请坐 哦 哦 好 哎呀 哎呀 这是这是老爷的太失忆啊 我是个下人 不敢坐 不敢坐啊 没这事 老爷还特别交代了 哦 要我带人有礼貌 哪里有不让人做的道理 坐吧 大叔 这 这 啊 好 大叔 请喝茶 哦 哦 呃 呃 呃 哎呀 呃 哎 哎 大叔 您还没吃饭吧 哎 不瞒小老弟啊 我跟我家里几口人 已经三天 没沾一粒米了 啊 三天没吃饭 谁能受得了啊 大叔 你等着 沈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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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柯拉 怎么了 沈沈 这陶大叔 几天没吃饭了 咱们可以给他吃点什么吗 啊 当然可以啊 好 我给他弄去啊 嗯 怎么了 沈沈 沈沈 你初来乍到的 可能还不知道老爷的脾气 咱们这么做 要是让老爷知道了 怕是挨骂的呀 沈沈 就当我吃过午饭了 把我的那份给陶大叔吧 可了 你的心地可真好啊 沈沈 我是要过饭的 饱一餐 饿三顿 这饿肚子的滋味 真是太苦了 求求你 你就依我的法子吧 好 大叔 快吃吧 啊 哦 哎 哎呀 谢谢 大叔 您慢点 别噎着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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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 怎么了 哎呦 噎着了 噎着了 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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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 还有两个 你都带着吧 小老弟啊 我的好兄弟啊 宝汉子 哪只恶汉子的鸡啊 是啊 婶婶 婶婶 怎么办呢 孩子 老爷不在 咱们恐怕也做不了主啊 大叔 你想借多少 小兄弟 你看 不过是轻狂不羁 再过各把月 地里的麦子也该收成了 两斗玉米 有两斗玉米 就可以接上了 婶婶 借给他吧 我要是有啊 我送给他 都没问题啊 好吧 我做这个主了 老爷要是怪罪下来 就扣我的工钱吧 我看也只能这样了 要扣啊 就扣婶婶的工钱吧 怎么样也不能扣你的呀 大叔 你先等着 我给你上楼 取玉米去 好好好 谢谢你啊 小心点 来来来来 大叔 你叫什么名字啊 打个借条吧 我叫陶狗子 大字不是 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啊 可是这字条 我 那 我就带你写个条吧 谢谢你啊 你过去借粮 利息都怎么算呢 借两斗 还三斗啊 这么高的利息啊 还有更黑的呢 借一斗还两斗 这不是要人命吗 没法子 大叔 我写好了 你按个手印吧 好 好 大叔 您慢走 好 来呀 来呀 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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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大爷 大爷 去 好 好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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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爷 不要紧吧 没事 没事 多亏你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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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谁 谁啊 快出来 快出来 谁 不走啊 老爷 老大爷 这口袋里是什么东西 不会摔坏吧 不会啊 是木耳 给老爷还债的 哦 哦 大叔 您慢走啊 哎 小兄弟啊 谢谢你啊 你们谈吧 我走了啊 哎 哎 孩子啊 我自个儿来就行了啊 大叔 我帮你扛着 走 咱们进屋去 这 哦 好好好 来 老爷啊 您是怎么了 吓得我 我还以为是小偷呢 哎呦 不要告诉科拉 说我回来了 老爷 你这 哎呀 不叫你说 你就别说啊 哦 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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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在吗 他不在 有事出去了 老大爷 请坐 哎 哦 哎 哎 哎 这 哎呦 哦 这可不成啊 这是老爷做的 老大爷 你就坐吧 老爷是人 咱们也是人啊 哎 啊 这这 好 哎 哎 哎 好 好 今天我就当一回圆外吧 哎 这可是刘老爷的宝贝嘛 您瞧瞧 金光闪闪的 样子还怪好看的呢 嗯 哦 这这 这 我们家老爷啊 带人可好的了 老大爷 您贵气 吸烟吧 哦 谢 我姓谢 大家都管我叫谢老二 哎 这是好东西 的确是好东西 哎呦 我看还是算了吧 这老爷的水烟袋 我可没这个福气啊 你就用吧 老大爷 出门前老爷特别交代过了 要我带人有礼貌 这烟袋摆在堂屋里 就是要人用的啊 不然老爷肯定随身带着出门的 哎呦 几天没上刘老爷家 想不到老爷家的规矩变了啊 既然这么说的话 我当然要试他一试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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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玩意中看不中用 大大爷 还不如我的汗烟袋呢 不行不行 大爷 这玩意儿我也没吸过 看老爷的样子 吸起来都咕了一下 美得很呢 你再试试 再试试嘛 呃 好 那我就再试试看好了啊 嗯 哎呦 哎呦 老大爷 你先坐着 我给你倒茶去 好 谢谢谢谢啊 婶婶 嗯 哎 可拉 老爷回来了 哦 老爷回来了呀 哦 婶婶 来 婶婶 看你小气的 一点茶也不给客人喝 这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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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 老大爷 您快喝吧 好 这可是上等的好茶叶哦 哦 嗯 这茶 闻起来真香啊 大爷 您就大胆的喝吧 我家老爷啊 最爱拿这好茶代客了 嗯 好喝 大爷 大爷 您老慢点喝 别着急 我给厨房说一声给你老人家做饭 哎呦 我老汉胡这把年纪了第一次碰到像你这样的好人呐 嗯 嗯 嗯 大爷 我家老爷他呀 就是这样的好心肠 特别是对下人更是心软呢 哎呦 我这这这这么说你们家刘老爷还真的是变了 越变越好啊 越变越好啊 起老二 哦 老爷 您回来了 哎 哎 哎 老爷 您不是出去办事了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嘿 再不快啊 还不知道你把这个家给糟蹋成什么样子呢 老爷 我把你这个家怎么糟蹋了 是摔了你的碟子 还是打破了你的碗 是做坏了你的太师椅 还是看破了你的八仙庄 老爷 你得说清楚哦 我 大爷 请喝茶 啊 这这这 老爷 这茶是给客人倒的 你要喝 我再给老爷倒嘛 这客人一点都不礼貌 哎 我的水盐在哪去了 老爷在这儿呢 起老二 是 你来爷有什么事啊 老爷 给您还债来了 拿什么来还债啊 上的木耳啊老爷 还愣愣的干什么 看看谢老二的木耳 哦 哦 哎 怎么了 好干的木耳啊 炸得我好疼啊 给老爷还债嘛 这木耳我可是挑了又挑 晒了又晒啊 嗯 过一下秤啊 哦 二三四 嗯 老爷 连口袋一共是二十一斤六两 嗯 去这口袋 也就是二十斤 去 倒到灯楼上的仓库里去 哦 谢老二 这账我可是给你还上了 你可要看清楚喽 哎 是是是 老爷 我撑了一下 口袋只有六两 那 老爷 这一是一 二是二 该多少就是多少嘛 哼 您应 Huh 我 老爷啊 这多一斤先放在账上 我先走一步了 我的眼色 你看到了没有啊 什么眼色 对谢老二这种人 要一直看着他走出大门 懂吗 老爷 以后我会把客人送出大门的 你这个笨蛋啊 我说的是 要你小心谢老二这种人 小心他顺手牵羊 拿我的东西 哦 我可告诉你啊 这是刘举人家 不是你土克拉家 你怎么能把这种人 领进我的堂物 还坐上我家大厅的太师椅呢 又是拿水烟袋 又是倒茶水的 老爷 你不是说对客人要有礼貌吗 这要看来的是什么客人 像谢老二这好人啊 �暂停 那只配待在前院里 只配待在前院里 最多给他端一碗开水 也就算是对得起他了 门停 你这么一说 我也就知道了 可是老爷 你家客人多 你说的像谢老二这号人 到底是哪些人啊 粗人 懂吗 粗人 粗人 哦 我懂了 你懂什么呀你 你呀 我老实告诉你吧 刚才我根本没去办事 我呢 只是想看一看 你第一天在我家里是怎么弄的 怪不得呢 老爷 村子里大家都说 老爷你心眼多 算计起来比谁都精呢 心眼多怎么了 这算计怎么了 再怎么说 也比你这个不开销的小伙计 要强多了 老爷 还有个事 说了 你肯定还得骂我 又怎么了 有个叫桃狗子的 想借两栋玉米 桃狗子 怎么 你借了没有 借了 你借了 你好大的胆子 谁说你当家来着了 老爷 他家老的老 小的小 每米下锅好几天了 笨蛋 现在这个亲黄不接的时节 十家种田的 倒有五六家是全粮的 借不借 只要看对方有没有偿还的能力 他说等地收成了 就给老爷还来 而且还打了借条 按了手印呢 利息呢 利息怎么算呢 利息照旧啊 照旧 那照旧是多少啊 老爷 他们现在借粮 以后得卖地 拿还没成熟的青苗来还呢 一只牛剥两层皮 老爷 你就少要一点利息嘛 你都已经借给他了 还说什么 以后凡是借贷 放款收租 跟秦良有关的 不可在自己做主 得要问我 知道了 老爷 饭已经好了 吃饭吧 哦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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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为八哥吗 不会 看一看 笼里的四只小怪 都装的是什么 哦 杂食 卵食 水 沙子 记住了 这也是一门学问啊 嗯 老爷 你要是对人 也像对鸟这样好 可就好了 我是说老爷的心好 既爱鸟 也爱人啊 你啊 好好跟着老爷学 懂点人情事故 长点见识 这是老爷我看中你 知道吧 知道了 饭后啊 我想睡一会儿 没有钥匙 不要叫我 是 孩子 你也饿了吧 来吃饭吧 不吃也饱了 婶婶 留在这屋里干活 还不如叫我上山 放牛自在 你就这么点本事啊 那往后的日子 还长得很呢 婶婶 你刚才听见老爷说的话吗 老爷说的那套什么粗人戏人 我觉得压根就是看不起穷人 人家是举人老爷 人比人哪 气死人 我又不借他家的粮 真不想受他的气 小声点 别让老爷听见了 要是老爷说的有理 我才能照他说的去做 你 不行 我得想个法子 谢老二啊 谢老二啊 你这个傻瓜呀 一斤木耳 至少能换上一斗小麦呢 家里已经吃了几个月的杂粮了 叫我去给刘老爷说说 说成了给我换上一斗小麦 那么 打今儿个气啊 可就有白面馒头吃咯 对 就这么办 老爷 今天去刘老爷家 伙计们 快点走啊 这样的房门得快走咯 废话少说了 好好好 快快快啊 老爷 你到嘞 停轿 停轿 到前边树荫下等着 我进去坐坐 时间不会太长的 是老爷 你这个畜生 不认得我了 刘兄 刘兄 钱某人来了 海陆 大爷 摹 上 看 这 徒人 你懂吗 徒人 请待在前院 小孩 你是才来的是吧 是才来的 我是谁 没听你们家老爷说过 没听说过 我是前老板 你没听说过 我就是前老板 你继续通报业上 就说前老板来了 前老板 对 您还是待在这 我家老爷特别交代了 像你这样的人 只能待在前院 什么 前院 胡说 刘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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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这样了 吵醒了老爷要发脾气的 对不起 就请您先在这里坐吧 刘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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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着 就是这样 你先在这里等着 柯拉 前院坐着的是不是前老板 管他什么老板 就照老爷吩咐的 不让他进堂屋里去 叫他坐在前院里 柯拉 这不行吧 小薛会挨骂的 没事的 婶婶 给我一碗凉水 我给前老板端去 婶婶 你帮我找找 家里哪个碗最破最烂 就拿那个碗抓 快点啊 婶婶 快点 前老板 请喝水 去 去请你们家老爷出来见客 大爷 大爷 你怎么回来了 是哪有事啊 我想跟老爷 商量件事啊 老爷正在睡觉呢 你先坐 我给您端茶去 谢了 谢了 我去看老爷醒了没有 好 怎么打不着火呢 真是 好东西啊 真是 好东西 好东西啊 好东西 刘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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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了没有啊 秦老板 老爷还没醒呢 不醒不醒 不醒 秦老板 刘兄啊 秦老板 陶屋里请啊 好好好 来 我这烟袋呢 奇怪了 克拉 给客人上烟去 秦老板 请用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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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孩子才来 不懂规矩 秦老板 不必在意啊 还不快去倒茶 还不快去倒茶去啊 哎呀 嘿 混蛋 啊 混蛋 哦哦哦 神神 神神 来一碗混蛋 哎 叫你倒茶 倒茶 哎呀 哎呀 小伙计嘛 跟这种人生什么气呢 柳兄啊 我今天来 可是有一笔好买买哦 先不忙 不忙啊 哎 秦老板 请先喝茶 来 哦 柳兄啊 南边呢 要我送一千斤的木耳过去 哦 一千斤啊 柳兄 哟 这是一笔大买卖啊 可是我这儿没那么多呀 哎呀 你老兄也太老实了 俗话说啊 萝卜快了 不喜你 啊 有一些橙色差一点的 也可以嘛 橙色差一些的 也不多呀 这下麻烦了 哎呀 我告诉你啊 哎 有一些啊 野蜷子 根本不是木耳啊 拿砖头压一压 拿黑木耳染一染 混到豪木耳里 哎 这不就把问题给解决了吗 黑木耳 木耳黑 原来黑中还有黑 嘿 不得无礼 哎呦 那些小伙计 还会饮吃呢 粗中细 细中粗 不知粗中还有细 哈哈哈哈 陈老板 尽笑了 这孩子虽然顽皮 确实有些聪明 呃 聪明 聪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柳兄啊 今天呢 我还有点别的事 哦 滑干呢 还在外边等着呢 我这就先告辞了啊 哦 嘿嘿 慢走 慢走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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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滚 哎 哎 老爷 您不是照顾我跟着客人走出大门 免得他们顺手牵羊 偷你的东西吗 哎 哎 你胡说你 谁胡说了 您还说这种人只配待在前院 给一碗开水喝就行了 我说的是 我说的是粗人 我听清楚了 粗人 你看他 他比那个谢大爷粗得多呢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我的宝贝啊 我可找到你了 哎 哎 哎 宝贝啊 什么 什么找到了 这是我的烟袋呢 老爷啊 这是我的啊 刚才我放在房桌上 就是因为火只给炒了 打不到火 那么我到门外找人窃个火去 没想到回来就不见了 这这这 刘兄啊 你这个地方啊 我可是不敢再来了 这个烟袋明明就是我的 你们看啊 这烟锅上猴子背着个大背篓 这是我前家几代人的传家宝啊 我一不小心掉在地上 我一不小心掉在地上 给这人一看见了 怎么就成了他的了 你看他那个样子可能有这个宝贝吗 啊 是啊 是啊 新老二 你不是走了吗 怎么在这里 无赖起人来了 老爷啊 这真是我家的传家宝啊 怎么变成了他家的传家宝了 这是我的烟袋 我的 我的 是我 大爷 大爷 花干 秦兄啊 走了 大爷 您别急 我的烟袋 我的烟袋啊 大爷 您别着急 好好地想一想 你的烟袋有什么特点呢 特点 我的烟袋特点可大了 你没看到 我的烟锅 是猴子背了个背篓吗 看到了 大爷 我看到了 还有四句口诀的 猴子背背篓 背篓里装包骨 装得近 到不出 猴子哭一路啊 啊 装得近 到不出 猴子哭一路 哎哟 是啊 孩子啊 这四句口诀 跟烟袋锅 都是我家仙人 留下来的呀 老大爷 您别急 让我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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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这 哎 有了 大爷 您等着 哦 老爷啊 老爷 那烟袋锅 可真是我的 您可在替我做主啊 老爷 快点快点啊 老爷啊 您一个人 听两个人呐 我们可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喽 哎呀 老爷啊 既然呀 有什么 又把我们unta UN tabii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老板 这烟锅你现在连不想要都不行咯 怎么了 如果谢大爷真火了 给告了官府 你如果不会用这烟锅 又如何证明你的清白 要不然就得承认这是人家的东西 麻烦咯 我看还是回去 看谢大爷怎么说吧 好吧 我就转回去看一看 走 转回去 我要回去走 白流汗了 白流汗可不成啊 老爷要加钱呢 加加加加 快走吧 快走 好走 是不是你的 你跟钱老板说去啊 刘老爷 你要帮我做主啊 老爷 老爷 做主啊 做主啊 你看 克勒 把钱老板叫回来了 哦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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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 我把钱老板叫回来了 哎呀 钱兄啊 你 你回来了 柳兄啊 我回来了 还我的烟锅 还我的烟锅 你干什么 你再走 我看你挖了二头 你这烟锅 这样的东西多了 凭什么说是你的 我的就是我的 仙人传下来的 我的烟锅也是仙人传下来的 我的烟锅有四句口诀呢 我的烟锅也有四句口诀啊 好了好了 你们两位都别装了 既然都有四句口诀 那么你们都说说这四句口诀 好 我先说 猴子背背楼 背楼里装包裹 装得劲道不出 猴子哭一落 这 这是我的口诀 怎么成了你的 不怕 大爷 这口诀光会念还不行 得会用 你们两个一人吸三代烟 看一看谁装得劲 道不出 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好 这个办法很好 钱老板 你看呢 那 那就他信息呀 哼 你还想偷我的办法呀 不行 你既然说是你的烟锅 那么你先吸 这 刘兄啊 你看看 这事闹的我 老爷 这事发生在老爷家里 还是弄清楚的好 要是冤枉了好人 传了出去 不是让老爷没面子吗 秦老爷 秦老板 你就吸三代烟吧 先图个清白 岂不是更好吗 秦老二啊 你把手放开吧 秦老板 大家不要站在这里说话 都请进院里吧 来来来 秦老板 里面请 里面请 秦大爷 您先坐在这儿等着 坐啊 大爷 您先等一会儿 让秦老板先吸吧 嗯 秦老板 您先吸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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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老板 呃 呃 秦老板 这烟不合你的口味吗 呃 呃 我只是一下子 不小心给呛着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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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啦 秦兄 怎么回事 老爷 难道前老板是忘了 怎么给自己的烟袋 请烟灰了吗 咳不得 咳不得会咳坏的 老爷 你要咳就咳在鞋里吧 前老板 咱们说好了 得吸上三袋烟的 你还能吸吗 老大爷 我看啊 就让前老板歇口气 欢你来吧 好 来 来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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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咳咳 大爷 你这锅烟吸完了吗 是不是要换烟丝了 是啊 小兄弟 老爷 请你做个裁判 要知道究竟是谁的烟锅 我想就是这个时候了 刘老爷 我这烟锅要清烟灰 可不能用磕的 或是用敲的 得用上巧劲 您看看 先用大拇指 把烟锅给堵上 然后用力一吹 同时啊 这手一放 就是这样啊 这可是我父亲 当年把这烟锅 传给我的时候 同时交给我的 这 是啊 老爷 这烟锅是谁的 不是很清楚了吗 如果是前老板的 这烟锅早就磕坏了 老爷你看 这烟锅 完好无损 看样子 根本是从没磕过的 秦 秦兄啊 算我没剪成 白剪了还不行吧 秦兄啊 秦兄啊 谢谢您小兄弟 谢谢 刘老爷啊 我这个 还不走啊 想干什么 你这事闹得 还不够啊 我是想啊 早上不是多了金木耳吗 想跟老爷换斗麦子 不知道行不行啊 克朗 是 你给新老二 拿上一斗麦子 别忘了把账记上啊 是老爷 谢谢老爷 谢谢老爷 孩子 你得教教我啊 刚刚这法子 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可真有你的 大爷 不是你想的法子吗 我 是啊 大爷 你忘了 就是刚才嘛 我看见你吸老爷的水烟袋 因为没试过 一下子吸了一口苦水 现在不过就是打个颠倒 叫这钱老板 也尝尝你的汉年代罢了 哦 哦 哦 孩子 可真有你的 真有你的呀 哦 用粥老碗递到货 乘垂垂碗 垂不破 柯拉巧技做广告 乘垂老碗全卖掉 只见两个小朋友 还在那儿瞎琢磨 是柯拉说的对 还是乘垂老哥错 天上的云云车 还是那样白绵绵 地上的云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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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那样有云云车 是柯拉着对我们的情报 是柯辰 就是柯辰 除了你 千里都长出在内的余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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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